好了 看到桃園在昨天深夜 传出是有两死心事的枪击命案 一名枪手深夜在桃園中华路的出租套房 以对头的方式来开枪 直接击毙套房内的两名男子之后逃逸 两名大约二十多岁的男子就沉湿 在房内头部有弹孔 整个屋子里头都是血迹 直到有人来探视才发现 而现在警方第二监视器 也锁定了特定的枪手身份 并且组成专案小组追查当中 警方接获报案赶紧现场时 发现被害两名男子已经死亡 立即封锁现场进行监视才证 目前专案小组已掌握办写申办 并报请桃園地检署指挥申办权力追其中 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查获办写 以离清案情 台北经过高架林泉发生了严重的 车祸黑色自小客车撞上了桥墩 将受困的一男一女送医 可以看到一辆黑色自小客车发生车祸 车体严重毁损 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样貌 一男一女受困车内 警交道场先是将男子救出 台上单价送医 而女子还卡在车里头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消防员费了好大力气 才把女子从已经扭曲变形的车内救出 赶紧对他实施CPR 这起车祸发生在2号凌晨3点多 这辆小客车从台北建国高架 正要下明泉载道口 却不明原因狠狠撞上载道口桥墩 车头全毁严重变形 轮胎和板筋喷飞 事发现场杂物散落一地 血迹斑斑 画面十分害人 男子被救出时还有呼吸心跳 全身严重擦错伤 送往马街医院治疗 而副驾的女子救出时已经欧卡 目前送往台大医院抢救 警方也到场踩证 并将事故车辆脱掉 在住宅的大楼停车场 常常因为车位不够大 或者邻居的技术不好 会有一些纠纷 我有在脸书上发文 说在停车场看到这个两个车 间距非常大 并此都非常好下车 不过有人就歪楼了 贴出了三个一组的车位 左右两辆车几乎都是黏在柱子上 还说怎么了吗 大家就说可能真的被撞怕了 也说中间车主可能是三宝 而另外再看到呢 这左右两辆车也是离得远远的 中间是法拉利 价格破亿 所以刮到赔不完 大家也说真的是恐怖邻居 再来看到 在台北市一名成姓女子来控诉 上个月收到了违停罚单 但是呢 回到这开单地点一看 才发现原本的车格 居然凭空消失了 照片中灰色越野车 明明停在车格内却 吃了一张违停罚单 车主回到现场一看傻眼 停车格竟然凭空消失 难道是开完罚单就吐小马 在看的时候就是全部都被刮 路边车格已不见白线 但从后方编后 二号的车格也推论前面 确实曾有一号车格 女车主质疑 警方开完罚单在注销格子 这会不会太狗粥 傻眼 乱开单 我以为这个是正常的停车格 所以就停上去 过了几天就变成好像不合法 事发现场就在台北市万华区 西原路一段与内疆街口 原来这个车格因为太靠近路口 因此被吐骚 从Google接警回看 今年4月份车格就已经被涂黑 8月10号车主收到罚单 也能发现白色标线上 还有一些黑漆 疑似大鱼冲刷 导致掉漆磨损 才让白线再度浮现 Say Hello 车主残成了危规苦逐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